世界杯选手孙玉仁又二经出席马术公益活动新马之旅 记者年秒云社 记者年秒云台北报道 马术协会经举办2017年F.E.I.世界挑战杯马场马术锦标赛 除了推广马术运动外 此次结合公益邀请身心张爱孩童一同参与马术运动 台湾首位参与法国世界杯马术大赛的身杖选手孙玉仁也特别现身 分享自身经验为大家加油打气 27岁的马术选手孙玉仁过去保守先天脑性麻痹困扰 身体活动受到许多限制 很多运动例如最简单的跑步 骑单车对他们而言都会造成身体伤害 我们的脚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跑步骑车都会伤害膝盖 严重的话可能需要坐轮椅 15岁时孙玉仁首次接触马术治疗 进而开启马术运动的大门 在马背上可以让我忘掉很多烦恼 也因为骑马我才能够享受奔驰的快感 开始骑马后的短短三个月 孙玉仁参与国内希望杯并顺利夺冠 也展现他在该领域的天分 他笑说第一次比赛我还穿短裤 教练看到差点昏倒 印象超级深刻 世界杯选手孙玉仁又二 先前在英国资格赛早出不俗成绩 原有机会挑战立约踏运 但当时因为参加赛事太少 积分为达门槛 无缘踏上最高殿堂 孙玉仁表示 未来有机会仍想挑战 2020东京奥运 只是现阶段面临经费 及马场拆迁的问题 他也只能暂时割下这个梦想 回归一般上班族的生活 平常练习的马术治疗中心被迫拆迁 我们没有经费留下这个场地 只能寻求外界帮助 如果有机会 我当然很想继续下去 甚至挑战东京奥运 孙玉仁也以自身经验鼓励身帐朋友 要更有自信去尝试所有事情 要相信我们之所以不同 是因为我们有特殊使命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马术协会PARA组组长林武田表示 深仗者的成就往往不等同于一般正常选手 其实他们也很优秀 期待他们的表现能被看见 未来能有更多资源投入 孙玉仁参与2014年世界杯 孙玉仁提供 孙玉仁参与2014年世界杯 孙玉仁提供 孙玉仁奇马者参与2014年世界杯 孙玉仁提供